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大到多少啊 无限大还是怎样啊 那别国都不用活了 对不对 所以他先什么 成立这个欧洲联盟 那在1993年完成单一市场 那同学注意看啊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欧洲这些小国都非常务实的 之前明年即便恨死德国 也和他一起发展 对不对 所以你们注意看 不管现在是全球化 全世界贸易竞争多么激烈 或者是保护主义抬头 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讲 我只要在欧盟里面 举例来讲 我这个卢森堡 我这小国 你外面是全球化也好 或者是保守主义也好 我的基本盘都是整个欧洲 我卢森堡的国内市场就是整个欧盟 对不对 因为单一市场了嘛 通通对我打开啦 对不对 那我比利时我也是一个小国啊 对不对 哎 我的国内市场不就是这么小咯 我的国内市场也是整个欧盟啊 对不对 即便是没有退出的英国 他的国内市场你都不能说是英伦三岛而已哦 也包括欧洲大陆啊 是他的国内市场啊 对不对啊 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啊 就变成说每一个国家的所谓的国内市场都是整个欧洲 所以同学注意看啊 这对于欧洲这些老牌的工业化国家来讲 他确保他的什么 出口 有一个基本盘 有个基本的大市场嘛 对不对啊 所以同学注意看 老师不是有提到过吗 英国公投刚过的时候 法国来第一个跳出来好高兴 你赶快走吧你 对不对 越快越好 还不能耍赖 不能办第二次公投 对不对 因为不是英国好多人说 哎不算不算 我当时是乱想的 所以乱投的 现在应该要重办一次 对不对 那后来当然不能重办啊 对不对 那你重办一次就会再来重办两次 没完没了了嘛 对不对啊 那英国的什么啊 这个国家的信用也崩盘了嘛 对不对啊 所以不能重办 好 那这意味着什么 英国从此以后 你的国内市场就是英伦三岛 没有别的了 看到没有这个差别多大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所以现在不是很多这个国际的大厂 她在欧洲的总部很多设在伦敦 对不对 她们现在就已经跟英国这个女首相 Teresa May当面讲 你的谈判原则到底是什么嘛 如果对我们 你谈出来的结果 那当然一定比这个差嘛 对不对 这个单一市场不可能给你英国了 对不对 那你的底线是多少 你增加的关税是2% 还是40% 还是50%呀 对不对 你有把握可以谈到多少%嘛 对不对 我们决定什么 我们根据你这个 你的底线你要先告诉我们 谈得成谈不成是另外一回事嘛 你要先告诉我们你的底线在哪里啊 你派出去的谈判代表的底线在哪里嘛 对不对 如果我们对于你的底线都不满意的话 那对不起 我们的总部陆陆续续就要搬出什么 伦敦 不管是往巴黎也好 往法兰克福也好 因为我们知道 特别是金融业往法兰克福的几率是很高的 因为什么 为什么不去德国的柏林啊 首都在柏林啊 德国为什么选择法兰克福 你看法国大家就想到是巴黎啊 哪方面的人才 你往这边想也算可以接受 政府啊 大声一点 什么人才 政治人才啊 那通常我们认为政治人才大概都是首都比较多嘛 各方面的人才啊 什么文艺界人士啊 大家也是往人多的地方嘛 对不对啊 特别注意看 为什么大家会想说往法兰克福 就是因为欧洲的中央银行设在法兰克福 看到没有啊 那我们说伦敦大家 当然伦敦也是一个综合心的国际大都会嘛 但是什么 做生意 同样注意看啊 我们说做生意的根 经济的根 是金融 没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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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交易嘛 没办法做买卖啊 对不对 所以钱在哪个地方 生意做的也比较爽吧 对不对 那当然你可以说老师啊 那哪里有什么可以赚钱的地方 钱也往那个地方走嘛 物流和金流是一起的嘛 对不对 好 要爽 大家一起爽啊 的确啊 所以同样注意看 那为什么选择 有些人考虑选择巴黎 其实同样注意看 左眼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基本上好像没有什么印象 认为巴黎是国际金融中心吧 好像没有这方面的 哦 你说巴黎的时装 哇 那 那 哦 想到了 那 好像大家没有想到巴黎的什么 那当然巴黎的什么绘画啊 艺术啊 什么的也想到了 对不对 好像比较没有什么金融的印象 但是同学不要忘了 法国掌控今天啊 别的不说啦 非洲的殖民 前殖民地的影响力 法国还是存在的啊 看到没有 所以大家布局不是只想到一个地方哦 也就是说 我除了进到欧洲大陆之外呢 我还想到下面的非洲啊 看到没有 因为我们知道非洲 同样注意看啊 我们台湾一想到非洲 大大家都觉得说 哦 那地方好落后啊 恐怕还有十人族 对不对 同学注意看啊 当然非洲很不幸啊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在特别是现代化的发展 工业化的发展的进程中呢 它是很坎坷的 对不对啊 那但是它有丰富的什么 资源啊 所以同学注意看 坎坷使得什么啊 它这个进程比一般来说是比较慢的 启动的也比较慢 但是同学注意看 它虽然启动的慢 同学千万注意 非洲最近这几年的经济成长平均是5% 它这样子往上冲的哦 虽然当然还是 但是有些地方还是相对落后啦 但是表示它在动嘛 对不对 它的经济开始在动嘛 它只要开始动 老实刚讲的嘛 物流和金流是摆在一起的啊 对不对 所以银行家一定会想的往那边跑嘛 对不对 或者是我就算总部不放在非洲 但是我经营非洲的业务是不是会比较扩大啊 对不对 非洲人里面讲法语的是非常多的啊 看到没有 所以那我放在巴黎 我有这个方便性啊 对不对 所以就等于说伦敦现在很紧张啊 很多这些金融业的 因为同学注意看啊 你做生意 你没有钱 你真的也很难嘛 你也很难发展 对不对啊 所以为什么说金流和物流是 那当然人流这三股力量都同时存在的话 那这发展起来什么 就比较顺嘛 对不对啊 所以同学注意到 就等于说英国呢 它现在面临到很大的压力就是什么 你没有这个东西了 看到没有 而且李斯本条约第五十条规定嘛 你只要 因为英国政府同意啊 因为它在 它要去主动跟欧盟讲 我要退出 那按照李斯本条约的规定呢 你跟欧盟正式宣布了以后呢 那往后 那当然就开始谈判建构新的关系 对不对啊 那这个谈判呢 基本上 如果超过两年都还没有建构新的关系的话 那不管 你两年一到你就自然什么 你连耍赖的机会都没有 看到没有 就等于说 你只要开始申报 说我英国要退出了 同学注意看喔 英国现在还没有跟欧盟正式 启动李斯本条约第五十条说 我要退出了喔 还没有 那但是什么 他是说 这个英国首相的时候 他会正式 大概 大概在明年吧 因为同学注意看 你的老百姓已经说要退出了 你不正式跟欧盟申请 这中间的不确定性 对于你英国来讲也是不利的 对全世界来讲都是什么 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况喔 你这个不启动 你还跑到全世界去跟哪一国谈建构自由贸易区啊 对不对 局来讲同学注意看喔 英国很 英国什么 很积极的跑去跟大陆 所以要谈自由贸易区 也很积极的什么 跟他的大英国协的成员 大家要怎么怎么建构 规范彼此的新关系啊 对不对 甚至纽西兰不是已经开了第一炮吗 就说我们应该退出大英国协啊 我们在里面已经没什么 不晓得要干嘛啦 对不对 那澳洲全国新的公投已经 选举已经好多次什么 想要选举搭配公投 那那个公投题目就是退出大英国协 但是好几次都被压下来了嘛 因为票数不够嘛 对不对 那但是只要开始第一次 后面就会一直来啊 对不对 所以现在英国变成什么 那大家都在看啊 大家现在要看的就是说 你和欧盟能建构什么样的关系 决定了你英国在我这边的价值 对不对 你可以跟欧盟谈到比较好的条件 那我跟你谈自由贸易协定呢 我才会精算到底是有利 或者是有利到什么样的程度嘛 对不对 要不然我也不是傻瓜啊 你跟欧盟之间的关系还没弄清楚 我就先承诺你 现在英国采取的策略是什么 我先跟别国谈好了 对不对 最好能先和大陆谈成条件很好的 这样子倒过头去什么 对欧盟施压 那当然 面对钞票的事大家都精算 董老师的意思吧 大家都等啊 对不对 看你英国你到底怎么样啊 对不对 所以同意注意看 英国现在的确也面临到非常大的压力 就是什么 这个单一市场 你以后英国的国内市场 就是英伦三岛吧 没有欧洲大陆咯 好那德国统一以后呢 老师说对于全世界影响都很惊人的啊 甚至包括奥地利 同意注意看 我们之前有提到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战胜国除了要肢解德国之外 他们的心思没有那么小哦 他们是要肢解整个德语系的什么国家呀 因为我们知道欧洲历史上几大帝国嘛 对不对 神圣罗马帝国 对不对 还有后来的什么这个奥匈帝国 通通都是德语系国家建构的啊 那当然也还有一个厉害的什么 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嘛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欧洲人看到土耳其人 没有那么快乐的 对不对 历史上什么罗马帝国啊 什么这些什么都什么 被鄂图曼土耳其帝国打败过啊 对不对 所以大家什么都曾经有一段辉煌的历史嘛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 因为你曾经辉煌过 表示你曾经强大过嘛 强者对强者那真的是谁也不退让啊 看到没有啊 所以呢二战结束之后了 是不是也跟大家提过吗 一般人都觉得希特勒是德国人 对不对 但是实质上希特勒是奥地利人啊 看到没有奥地利的Lins这个地方的人啊 只是说他他什么 他后来念念书的时候到念美术学校 到了德国的慕尼黑的美术学院 那老师上课也提到过嘛 德国人也不认为奥地利是外国啊 所以奥地利人到德国念书工作 就等同德国人啊 好 那二战结束之后呢 同学看了没有 战胜国是要肢解整个德语系 那但是他们不愿意被肢解啊 对不对 那但是当时情况没办法 奥地利被迫变成什么 中立国嘛 但是他不想啊 但是那当然你 你谁要你是战败国啊 对不对啊 所以同学看了没有 1995年 奥地利就公开表态 我要加进欧盟 那当然已经加进去了 也就是 那当然同学注意看 奥地利和瑞士又不一样 瑞士是什么 国际公认的永久中立国 看到没有 那当然瑞士现在也面临很大的压力 也就是说什么 瑞士固然跟欧盟签订了另外一个协定 优惠协定 但是你再怎么优惠 你就不是会员国嘛 你的优惠就什么 不可能比会员国好嘛 对不对啊 所以瑞士现在承受很大的压力 所以同学注意看啊 瑞士在德国统一之后呢 他们内部也有很大的辩论 也就是说我们要不要结束我们这个中立状态啊 我们是不要加入一个盟国组织啊 对不对啊 所以那个时候呢 僵死不下 所以办公投 那办公投 他们办过两次公投 两个题目 第一个题目呢 就是什么 这是分两次的公投哦 一次公投就是什么 冷战结束啦 连苏联都瓦解了 大家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没有敌国 对不对啊 那我们还要军队干嘛 同学注意看哦 瑞士的军队啊 人数的确也不多 但是非常精良 配备各方面 素质各方面 是非常精良的 所以当然各方面的什么 支出也不少啊 因为你要维持那么 那么精良的一支军队的话 你不是小钱啊 对不对 不是小的国防预算嘛 对不对啊 那所以瑞士老百姓觉得说 那已经没有敌国啦 对不对 那我们还要军队干什么 好 所以公投摆不平啊 公投 公投的结果 还是要军队 还是保留了啊 那另外一次公投呢 就是什么 我们是永久中立国 我们要不要加进其他的国际组织啊 因为我们知道在 不仅在二次世界大战 甚至一次世界大战 老师之前上课有提到过啊 国际之间敌对的什么 双方暂停下来 交换战俘 当时大家唯一可以接受的非盈利组织 就是瑞士的红十字会 对不对 那同学想想看 你一个非盈利组织 非政府组织 可以在战争期间处理这些 同学不要以为交换战俘 就是你把两个人这样的对的 带到对方去那么简单啊 这背后这运筹帷幄 那真的是非常的高难度的 对不对 因为你交换 而且要大家守信 当时真的能够把这些战俘带出来啊 进行交换啊 对不对 那大家为什么只相信瑞士呢 就是因为大家确保什么 他是中立国 而且他也的确做到什么 我保持中立 你们大家来要求我做这件事 我才做嘛 对不对 所以交换战俘一直到今天 甚至什么 没有交换到什么 战争地区什么 拯救一些受伤的什么 士兵 也是大家也比较能够接受什么 红十字会的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瑞士是大家确保的 甚至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最近不仅冷战时期啊 敌对双方愿意坐下来先谈一谈 都是什么 到瑞士去 对不对 不是在彼此 你到你到我这边或我去那边不是 啊 因为已经打到杀红眼了 照样杀来死都有可能啊 中外什么 基本上古时候其实都有都遵守什么 两国交战什么 不杀来死吗 对方派来的传递讯息的啊 或者是什么 这种人绝对不杀 你不杀我的这种人 我也不杀你这种 但是并不必然都遵守啊 对不对 所以要有个客观的第三者 确保大家遵守嘛 所以走到近代是什么 大家觉得瑞士可以嘛 对不对 所以冷战期间什么 大家都到瑞士 甚至同学注意看 这几天什么 美国和俄罗斯 为了叙利啊 IS这个伊斯兰国的什么 相关的这些问题什么 立场不一样 甚至什么 俄罗斯非常强势啊 对不对 甚至同学应该也有注意到吧 连这个美国的川普 在电视辩论的时候 都骂这个希拉蕊 你就是比普丁笨嘛 对不对 所以搞得美国才灰头土脸 节节败退 你在中期一生 你就要对抗恐怖分子啊 那普丁就是什么啊 就是真打呀 对不对 把这个影响力都不断的扩大呀 对不对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被迫嘛 你打不过人家 你美国 你在反恐上面的绩效 你没有俄罗斯好 那你怎么办 你也不敢硬碰硬啊 对不对 所以只好什么 同学看到没有 前几天 两边现在已经都很火了 所以什么 又是到瑞士 坐下来谈 不可能去华盛顿 也不可能去莫斯科嘛 对不对 就是因为瑞士是什么 公认的 永久中立国 那奥地利呢 我不想当中立国啊 对不对 所以二战之后呢 战胜国强迫奥地利当中立国 那但是当时的确也没说 让他永远当中立国 所以跟瑞士的情况不一样 所以同学注意看 那奥地利呢 就什么 1995年 我什么 我先从经贸来试嘛 我什么 我加进欧盟了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情况 老师刚才补充 瑞士另外一个公投就是 我是永久中立国啊 对不对 那我什么 那那现在 我觉得整个国际局势改变了以后呢 我要能够发挥我这个中立国的价值的话呢 诶 我是不是应该加入联合国啊 或者是加进欧盟来发展经济啊 同学注意看哦 当时公投加进联合国过了 那对于欧盟大家还是觉得什么 先在外面看看好了 因为什么啊 同学注意看 瑞士的国民所得 在欧盟里面比起来的话呢 他也是高的 所以瑞士里面也有一派人讲 认为什么 那你加进去跟一些穷光蛋在一起 有帮助吗 我们瑞士也很厉害啊 对不对 要金融有金融 要什么钢铁什么的 我们瑞士的不是也很厉害吗 我们干嘛非要跟那些穷光蛋走在一起呢 对不对啊 那但是后来欧债危机还没有爆发之前呢 同学注意看 主张加入的人好像快要比较多了啊 那但是欧债危机一爆发了以后呢 那又吓到这一批人了 所以现在现在那也不用公投了 先先缓一缓吧 看欧盟自己现在先赶快先修补自己的问题 看他能够修补到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才决定 所以同学切记 国与国之间 大家永远考量的是自己的国家利益 切记 国与国之间不做慈善事业的 所以老师一直在想 刚刚一直在提醒大家 大家都在精算嘛 你英国退出欧盟 你可以跟欧盟谈成什么样的情况 决定了我要拿出什么啊 东西来跟你谈嘛 也决定了你的价值啊 你如果跟欧盟谈的不怎样 那我干嘛非要给你英国递关税 没有意义啊 对不对 所以你的价值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同学切记国际关系 从另一个回应刚才老师讲的 西方文化是强者哲学 对不对 那其实同学注意看啊 国际关系里面什么 真的是小国就真的是比较艰辛啦 你的价值是多少啊 你先讲讲嘛 你价值多少啊 我才决定要不要跟你签自由贸易协定啊 你没什么价值 我给你零关税 那我不是头脑不清啦 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 你自己要先证明你的价值是在哪里啊 对不对 跟你打交道有没有好处啊 所以同学切记 国与国之间 绝对不做慈善事业的 永远是什么 精算自己的利益嘛 所以奥地利1995年加入欧盟 因为他怎么算什么 我如果站在外面跟你欧盟签订一个特别的协定 再怎么好的协定也不可能比会员国还好啊 对不对 所以他就是要就加进去啦 那瑞典 芬兰 同学注意看啊 瑞典和芬兰呢 我们都知道是北欧国家嘛 对不对啊 同学注意看啊 我们在台湾 我们老觉得美国很有本事 那当然他的确也很有本事 他变成世界的强国之一嘛 那但是全世界最有钱 国民所得 就说老百姓 是不是最有钱的呢 不是 最有钱的大概都在北欧 还有中欧这些国家 所以瑞典和芬兰 以他自己的实力来看呢 那真的是欧盟里面很多国家什么 那更是超级穷光蛋了 对不对 而且这两北欧国家同学注意看啊 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被波及到 国家发展是几百年这样子持续进行的哦 所以什么 国民所得是非常高的 而且环境各方面非常富裕嘛 对不对啊 那但是为什么在1995年 他反倒加入了呢 同学注意看啊 瑞典和特别是芬兰 因为芬兰呢 更靠近俄罗斯 或者以前的苏联 更早的第二 他的地理位置就在附近 所以他夹在那个地方呢 他的压力非常大 也就是说 芬兰他能够一直 两次世界大战 同学注意看啊 你就在隔壁的俄罗斯 他都有参战嘛 但是他都没有打到你这个地方来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也不得不承认 芬兰的外交政策是不是非常成功啊 你旁边是那么大的战火 但是都没烧到你 是不是表示什么 他在外交上 他和俄罗斯保持一个什么 即便我并不必然喜欢你 但是什么 我和你保持一个什么 在一定程度上的互信的关系 也就是说我芬兰我即便 因为在历史上第二时期呢 芬兰也是一个小的诸侯国嘛 对不对啊 皇室时期 然后后来的苏维埃 今天的俄罗斯 对不对啊 我芬兰呢 我并不必然的支持你 赞同你 但是呢 我芬兰 我也绝对不做 危害你国家利益的任何事 所以长期下来建构这个互信关系 所以使得俄罗斯也可以接受 你芬兰 你只要在你国家 你不做出对我不利的事情 你愿意和西方国家 愿意和欧盟什么去交朋友 那我也不干涉 因为你没有危及我嘛 对不对 你反倒可以变成西方国家 和我俄罗斯在北欧这边的一个缓冲区嘛 就等于说 总比西方势力一直逼到你家门口要好 同学注意看啊 我们在台湾我们四面四海 我们不觉得 但是对于欧洲国家来讲 所谓的国界就是一条线啊 看到没有 这边跨过去就到别国啦 所以这个互信的建构是非常重要的哦 就如同刚才讲的 德国他一加一 在领土方面他承认只等于二 承认整个欧洲每一个国家的领土的大小 这件事对于欧洲来讲是多么的重要啊 因为就是一线之隔啊 你开过去就 开车开过去就开过去了啊 对不对 因为甚至你们注意看在欧洲大陆 特别你在欧盟的总部布鲁塞尔 你在那边等公车 你会发觉那个公车从什么 从卢森堡开来的 这种经验我们在台湾没有啊 对不对 你这个高雄市区里面跑来别国的公车 从别国直接开进来啊 还排班表的啊 这种经验我们没有嘛 对不对 但是对于他们来讲 那真的就是国界就是一条线 就这样过去啊 对不对 所以如果没有互信的话 战火真的也就是什么 子弹是不长眼的嘛 马上就可以扫射过来了 对不对啊 所以芬兰的外交政策 拿捏这个情况呢 最起码啊 让西方国家 还有让俄罗斯呢 都觉得是 诶 是有信用的 也就是说 我在我芬兰 我不做对俄罗斯不利的事 我也不做对西方国家不利的事情 那两边的贸易呢 我也都做 但是我绝对不危害你们两边的国家利益 所以两边都可以接受 所以芬兰呢 他的那个地理位置 其实让他如果他这个操作不好的话 两次世界大战他是躲不过的 董老师的意思 所以芬兰呢 同学注意看 他也是非常有 我们最早的很有名的 有名的手机的牌子是什么 大声音音 对 是不是就是他的 芬兰的 Nokia 是不是 对不对 就是他 因为他离我们很遥远 我们对他比较不熟 但是他的什么 科技各方面什么 创新 特别现在大家讲创新嘛 对不对 是很强的 对不对 而且他对于什么 环保也是很重视啊 这手机他先发 他他推出来很大厂牌 但发觉有问题的时候什么 芬兰人是不是也最先走上街头 呼吁大家什么 少用手机 对不对 电磁波对人体比较不好嘛 对不对啊 所以就说他们基本上 工业也强 环境各方面呢 其实都不错 作为一个中立国呢 绰绰有余 但是德国统一之后 全世界 每一个国家 基本上 没有敌国了 看到没有 因为共党国家 基本上都瓦解了嘛 对不对 大家也都转型了嘛 都变成朋友了嘛 或者就算不是朋友 也不敌对的情况之下 芬兰和瑞典都非常快速的警觉到什么 我们如果不加入欧盟的话 在全世界竞争这个自由贸易区或自由贸易协定的话呢 恐怕是什么 你拼不过单一国家要跟一个组织对组织来这样子拼的话 竞争的话呢 恐怕是会吃亏的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这两个本来大可以坐在北欧高高兴兴的过自己的日子的国家呢 在1995年也加进什么 欧盟 老师补充一下这个瑞典 同学注意看啊 瑞典加入欧盟的时候 之后呢 一开始欧元 同学注意看 还不让瑞典使用 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啊 他既然这么有钱 对不对 他也没有像英国一样不断的找麻烦 怎么他一开始还不能使用欧元呢 同学注意看啊 以后我们会提到 你要使用欧元 你这个国家要从你既有的货币转换成欧元 他的条件是很高的 那瑞典他不用担心 他所有的条件都符合 因为他本身就是很有钱的国家呀 但是他有一个条件 在那个时候是不符合的 就是什么 同学注意看啊 就是全世界大家基本上都认为 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 你负责 因为中央银行负责处理印钞票啊 对不对啊 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啊 什么指引都是由中央银行来主导嘛 所以国际公认中央银行必须独立于什么 党派的什么签字嘛 对不对 一定要给他一个独立客观的环境 让他针对货币每天的波动 国际局势的变化 来制定对这个国家有利的什么 相关政策啊 对不对 这是国际公认的啊 好 那但是呢 同学注意看 瑞典的中央银行 他倒不是说党派介入很深 倒不是 而是什么 皇室的影响力还在 看到没有 因为瑞典瑞典啊 不是瑞士啊 瑞典到今天都还有国王嘛 还是皇室嘛 这个皇室呢 他很多他都保持中立嘛 高高在上 让首相啊去处理 但是中央银行 瑞典的中央银行 在那个时候 欧盟认定什么 不够百分之百独立 所以让他暂缓 你要调 好 那这是当时哦 那今天同学注意看 瑞典又有一个新的措施 也不能说是一个措施 而是说 反映了欧盟现在 老师先提前讲好了 欧盟的一个现象 因为我们知道欧债危机 再加上之前的全球为 金融危机 对于欧洲的打击也是有的 对不对啊 所以欧洲国家瑞典 瑞典这几天他先开始什么 在很多什么公开的活动 因为他们有很多什么 事工活动啊 义卖活动啊 这些啊 或者说奉献啊 教会的什么一些奉献的活动呢 陆陆续续什么啊 他现在不放这个投钱 投钱的这个箱子 因为我们知道 教会里面让你捐献的话 可能一个什么盒子放在前面 让你丢几块钱啊 或丢钞票都行 那现在呢 换成别的了 换成什么 就类似我们的信用卡 你要用的时候 授权别人去提领你的那个单子 换成用卡片 信用卡或者是什么卡 瑞典的 这意味着什么 同样注意看 1661年开始 瑞典是欧洲国家最早开始 应行纸钞 1661年 那今天面对欧债危机的这个冲击 瑞典又开始先想到 是不是以后大家什么 把钞票废止掉 类似用信用卡 那当然他们还没有冲的像大陆一样 又是支付宝什么一大堆的 但是表明什么 欧债危机使得欧洲人开始思考 是不是把这个货币拿掉 大家用信用卡 或者是用什么东西取代 这样子可以防止什么 金钱量的货币量的多寡 对于大家 流通 对大家的影响 还有什么黑市交易 因为我们知道黑市呢 它有时候一弄什么 控制住很多纸钞的时候呢 它会影响什么 一个国家的什么 金融还有经济的什么情况 那瑞典先开始试 它是教会的捐款啊 它不收货 不收这个东西啦 然后什么义工的一些活动啊 义卖的活动啊 它不收钱啊 看到没有 陆陆续续在测试 好 那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啦 有没有不清楚的啊 有没有不清楚的啊